好 我想這樣子 這個以前臺幣升值 攻擊機器確實影響很大 因為攻擊機器最主要的競爭對手是韓國 那韓國來講這二十年來相對對 韓顏對美金來講是本身方面升值的幅度 跟臺幣比起來是有蠻大的差異 所以這次也是我們大家憂心的 但是確實如同社長 剛才所講的 這幾年在政府方面 尤其我們省護院長 擔任經濟部長那年 他對於這個攻擊機這個產業 很重視 一直在推動智慧製造 當然也剛好跟我們的蔡總統 在所提的那時候的進行 政見裡面這個五加二產業 所以智慧製造智慧攻擊機 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所以在這一塊來講 確實我們業界也很配合 也非常用心 所以我想以智慧製造 數位製造這一塊來講 我敢說臺灣的攻擊機 在全球攻擊機 這一塊是做得非常的深入 這個不輸給 蔡總統 現在把這為重要的發展的目標 對這一塊是不輸了 那以有加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有加來講我們在全球裡面大概 這個汽車產業裡面像全球這個前十大 三十大的這個汽車 基本上所用的這些關鍵 之前的柴油機裡面的 本身發動機 變速箱 動力總成 對 基本上都是用有加我們旗下有幾家歐洲的 像歐洲的這個MARG 德國的MARG 柏林格 還有瑞士的FIFRIN 義大利Jobs這些他們都採用這個設備 我們在全球這一塊是很強的 大概是像包括奔馳 寶馬 這個他們的全球前主要的兩大三大的供應商之一 那在航代這一塊 我們在這個華國的空客 還有美國的波音 這一塊我們也是他們的主要的 這個關鍵零組件的供應鏈 像美國F-35的戰機 然後基本上都很多都用我們的設備去生產 所以說本身方面 以有加來講 我們費力來講 對整個集團影響是不大 因為我是等於幾乎是遍佈前求 不管是有很多是用歐元 有的是用美金 有的用日元 所以說這方面影響 但是對整個臺灣是影響蠻大 但是平均來說 因為臺灣經過剛才社長所講的 轉型升級這一塊 智慧製造這一塊 在前求我們做的並不差 所以我想這一塊 我們是有機會 本身可以面對 當然費力還是影響一個很重要 尤其是我們要相對性的 就是到底韓研跟日研 這兩個國家 對美研的這種本身的費力升扁 那跟臺幣的升扁弧度 我想這一塊是我們要重視 臺灣的工具機 大概叫往上升級的路上 日本是一個很大的門檻 如果最近我看了一下 我會到那個像光陽科做拔柴 對 這拔柴其實五十趴在日本的這個手上 那臺灣很多產業要升級 其實你會頂到日本的日系廠商的這個頭 那我們未來 比方說包括像腳踏車煞車器 就是臺灣將來你要轉型裡面 非常重要的突破口 臺灣在這個上面 未來我們發展空間有多大 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 以油價來講 我們不只把日本的產品 我們已經把歐洲一臺這樣子 上百萬的歐元的這個攻擊機 我們已經關鍵領主件還有整計已經在臺灣製造了 所以這一塊我們已經不輸給日本 那當然臺灣有條件 因為臺灣的這個在製程方面 製造的技術這一塊 品質的掌控這一塊 成本這一塊是有他的優勢 我覺得這是臺灣一個很好的機會 這一次我對臺灣最大的信心 臺灣毛利率大幅上升 是 現在臺灣講出了成績 讓大家是驚豔的 我覺得在這幾年的轉變 臺灣是非常值得大家打氣的 臺灣我覺得不差 我們臺灣在全球經濟國來講 我們社長常常講 我們是在前二十名的這個前段半 所以不要小看臺灣 臺灣還是有他的優勢